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早上 早上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张浩 在本期视频里面呢 大家走进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and Smell College of Business 这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Smell商学院 这是在2022年百强商科名校的排行榜中 跟Ohio State University和University of Rochester并列 排到第33名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商学院 他首先我们先看 第一他并列这场所大学 一个是这这几座这这并列三个大学 都是中国留学生太处籍的大学了 上面是Ohio State University 俄亚州立大学 也是我们上期视频跟大家介绍了 在下面是University of Rochester 罗瑟斯的大学 那这也是这也是 Sermon的商学院也是中国留学生一大批一大批的 包括Penn State 我们老说商科商科到了30名这个位置排名 都是商都是兵家的逼争之地 为什么就大家看过小说看过三国吧 比如三国演义 我最近实在无聊拿着YouTube也开始看三国演义 这三国演义这个事情说这个金州 对吧 天我怎么讲到这儿 哎呀 说了这个金州 刘备在金州对吧 曹操想不想要金州 想要吧 东吴的孙权想不想要金州 想要吧 周葛亮说过一句话 说金州啊 自古以来都是兵家的必经之地 为什么呢 因为30名这个位置 首先 大家想两个因素 第一是招生的问题 美美国每年他大学靠主要创收靠什么 靠国际生 因为国际生交两倍或三倍的学费 叫All-of-state residence 就是不是在本中那个学生就国际生 国际生首先交的学费高 那国际生里面谁有这样的主要部分呢 中国人 还有这是印度人 中国人呢 有一个特点 印度我就不提他们了 中国人有一个特点 是尤其中国家长看排名 啊就是不行 我就前十前二十前三十的大学 因为他为什么有前三十呢 他心里也知道他前十进不去啊 他心里也知道他前二十进不去啊 对吧 有些家长心里有点谱对吧 包括国内中介 中国的国内中介啊 一招生就是保录取前三十前三十 所以大家都在征前三十这个位置 这就就在前三十名左右的有极所 非常非常受到中国人 中国人热议的大学 比如说接下来排名第三十六的 因为有多个并列三十三嘛 所以有三 接下来就直接到三十六了 就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 大家可能一堆的名字不太熟悉 我一提奥林商圈 大家就知道了吧 好吗 一打开把你基本上快成全是中国人了 所以包括 但是呢 我在我们今天不说那个问题 到时候到时候我们路到那的时候 他们跑不过 我从我嘴里跑不过去的 我们今天先说的三大周历 一个是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一个是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一个是Ohio State University 这是我给出的定义的三大周历 这三大周历都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他在供应链和运营这些方面比较强 包括有数据分析这两年这些大学议 这三大周历也都起来了 为什么 我先大家猜的为什么 好吧 让我先喝喝咖啡 为什么呀 我们先不说为什么 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个概念 叫Niche Market Niche N-I-C-H-E Niche Market 这是一种商科里面的竞争市场的战略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因为我十几年都拿英文学的 大概的意思中 我可以解释叫偏门型市场战略 什么叫偏门 就偏开的偏主流的 但也不是非主流的意思 就是走那种单一市场 稍微偏开一点主流 单一市场快速进入 比如说我如果在主流市场上 我竞争不过很多的视频 那我就 比如说就拿我这个视频举例子吧 现在大家基本上看到刘绝 这个领域里面国内中间 天眼的视频都是 恨不得抖音就是5分钟 2分钟3分钟 一路就是基本都是998 什么 啊 海外学子的天堂 全球人才教育的摇篮 就是那种的 我真的受不了那种的 没关系 我当时刚刚录长视频的时候 那我告诉你 郭德纲那句话说的没错 想弄死你的全是你的同行 我觉得我觉得学生都挺喜欢我的 我觉得家长都挺喜欢我的 唯独唯独过来骂我的 这比较评论骂我的全人读解 基本上 周杰开小号 周杰周杰说你有病啊 还有就是说你你录的什么呀 还有我包括身边很多人说 你录一个 一个多小时的视频干嘛呀 现在都短视频的时代了 我说不 我觉得教育啊就是要多花点时间 一点一点把一件事情讲清楚 开什么玩笑 你作为一个学生 说真的一个小时都不够 你要选一所大学 你一辈子选择 哪能剩5分钟 怎么解决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录的视频跟其他的视频 都不一样 这就是叫niche market 在单一市场 偏开主流市场 他们愿意去忽悠去骗 国家不是也开始收拾什么了吗 教育行业对吧 他们愿意干那个干那个什么虚假 叫 咨询人的 咨询师 咨询老师的年龄 学历资质 就是什么98521 乱七八糟造假 那些事情交给国家去处理 相信国家早晚收拾他们教育行业 我不担心 对吧 但是我告诉大家 就是我采取的就是不同的视频的录制方式 说为什么说到这样呢 大家体解这干了以后说到大学也是 大家看这三所周历大学 擅长的点都在哪 公共链 stention management logistics logistics 物流 operation 运营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要竞争finance 金融学marketing 市场营销 就那些商科那些传统那些专业 他很难 他竞争不过沃顿 沃顿 他竞争不过Stanford Stanford 他竞争不过像Universal Major and Duke NYU Columbia 这些大学 包括Vanderville 包括UCLA的Anderson UC Burkett Hass Universal Chicago的Booth 对吧 这些他竞争不过 我就随便点了几个 包括Northwise Calloc 他竞争不过 他竞争不过的前提怎么办呢 他只有竞争 稍微新兴的一些 在过去的十年 十五年快速起来的专业 我本来想说过提外话 国际商务的 但是我心想不说了 因为国际商务 其实要想双全竞争 平平性上挺大的 因为国际商务是整体的商货教育 不说那个 就说为什么竞争过年物流 还有一个特点 真的你对美国了解 我觉得我坐在这里 才能跟大家说出来 为什么 还有大家如果看这三个州的位置的话 一个是亚里桑那州 一个是俄亥俄州 我还有一个是宾夕法尼亚州 亚里桑那的旁边是什么 是加州 我还有旁边是什么 是Chicago 包括芝加哥 包括我还有本身自己 在的那个地方 Columbus和 和那个整个的经济的运动的 交通的舒满 那是共和党的经济 治理的大州 好像中国造玻璃那哥们 叫什么来的 也好像开了厂子 好像就开了 好像我没记错了 包括那个Pennsylvania State 旁边是什么 是费什么 是纽约 叫西有California 东友Pennsylvania 西边的加州和东边的宾州 这两个都是美国大的经济系的大州 那么这些大的 这三个州里面 除了亚里桑那是因为加州地皮太贵以外 涉及到仓储运输的问题 那么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它都是重要的工业生产的方式 再讲一句话话 真的我给大家就开过 开过整体对大学思考的一些方式 这些背景知识大家应该知道 比如说今年拜登竞选的时候 说在这个Froking这个事情 就是挖煤采矿 那些事情 说在宾州 但是他说他要不要干这件事情 然后很多人就说他会丢掉宾州 因为宾州 宾夕法尼亚州最主要的 就是因为宾夕法尼亚州是个摇摆州 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个重工业 这个领域上面 所以说有了重工业 有了领域 他要怎么样 他把这些产品 这些煤 这些货物 这些石油 或者whatever的东西 他把它运出去 那运出去设计到什么物流 设计到什么 operation运营 包括他的工厂 manufacturing 工厂制造 设计到什么 为什么造玻璃的哥们 去了俄亥俄州 那都是工这些 这些州 除了亚利桑那以外 这些都是工业的大州 亚利桑那有点偏门 是不是太热 很少有户外 亚利桑那有些芯片制造 对吧 包括很多的福州 筛部在这测试皮卡等等 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 所以大家理解这三个州 所在这些位置 导致了他们工业体所倾向性 所以导致他们大学 所擅长的一些关键点 那么说的可能稍微有点深了 但是我们今天呢 就带大家一块儿来了解了解 宾夕法尼亚大学 这个排名第三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这个排名第33名的州立大学 到底他的这个 SPEC商学院 擅长的点 在哪里 他开设了本科 开设了哪些专业 研究生开设了哪些专业 包括他的MBA的教学能力怎么样 从MBA的就业的数据来看 整体商学院对学生的教育能力怎么样 我希望大家在每次 每一个学生 在每一次做出抉择之前 都能做出一个明 就是明智的和清晰的 在保证足够的信息价值的情况下 做出一个决定 而这个信息价值是你 第一直觉视角 看到这个大学上面 是怎么说自己项目的 而不是来自于第三方 不管是大家在任何论坛上 还是whatever 百度搜刷的乱里巴刀 谁写的结果 那些都是带有主观思想在里面的 而最客观的 最直接的就是把屏幕分享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来看 我到底开始哪个学校 这个学校 我值得不值得进行选择 我喜欢不喜欢这个地方 我想不想在这继续生活 不管是四年两年还是一年 OK All right 我现在把屏幕切开箱 大家现在看着呢 是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的 这个Smell College of Business的官网 这个上来一看呢 就是这个地方是官网 上来一看就是这个 一些大字写的是 sharp in the future of business 改变未来的商业 或者说把未来商业做得更加的 就是就是其实就是改变或者销 销的更加尖锐这种 大概就那种意思 就让未来商业做得更好 什么的 OK 开设什么项目呢 Entergraduate program 本科的项目 One Year Residential Masters 一年一年在美国本土的硕士的项目和MBA的项目 还有Specialty的这个Master Certificates 这是另外一说 看看他怎么介绍的啊 整个商业 on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plus 超过一千三百个 undergraduate internship and co-op opportunities annually passed by top companies 公司一共给的商业提供了一千三百多个就业和时期的机会 每年而且是94% of 2018 MBA graduates job offer by the three months after graduation 94%的学生MBA的学生毕业以后拿到了offer 拿到工作的工作的邀请 哇哦 这个这个比例很高啊 这个比例真的是超越了很多30名左右商业的能力 但这事你怎么说 这就是民主大老说这话说 We need a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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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工作工作工作 我们要创造工作机会 共和党就说 我们要的不是工作 你要所有人都去干那个最低的公司的标准收入的吗 minimum pay吗 我们要的不是工作 OK 我们要的是好的工作 我们要的是工作给钱的工作 不是每个人都去打打工七美金一小时的工作 所以这就是这就是一些事情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你如果94%的毕业率 很好 但是呢我们一会儿要看 给的钱是多少 这学生毕业了以后他要拿到高工资的同时 他有高级业率 而不是所有人都委屈修正去去干低联的工作 不是吗 对吧 看看啊 we are highly ranked number one is the pension 这工资全美第一 然后top 24 emba experiences 或top 5 faculty research 其实这些排名都有点扯 除了工资比较好一碗 还有什么呢 more than 60 plus counter represented by any grad students 本科和研究生的学生来自超过60个国家 这也就一般啊 一般也就得来100多个 100多个国家 我觉得一般大学那有脸拿出来说呢 这来60多个国家 I mean come on 拜托全全世界有180多个190多个国家 你这 还是本科加研究生才达了60多个 我见有些大学在这说的啊 他会说我们我们的学生来自于 这网页什么毛病 我们的学生来自于120多个国家 我们学生来自140多个国家 来自60多个国家 30% smail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study board 32%的smail的这个商线呢 本科的学生都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 还好是全全球超过70万的校友 然后 哇这校友真不少 70万的校友 看来学校很大呀 然后86,86的graduate world wide 我们来看看本科开什么项目啊 他的本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这 叫蓝宝石带领力的academic的poor馆 这个这个用了一个很好很好听的词 sephora 什么sephora 还叫什么蓝宝石这个词 我的天 其实说白了就是honor 就是荣誉的本科的学历 一般像很多的大学都有这个honor system 他就是单独拉上一个项目 而且大一叫申请 然后integrate master of accounting 就是集合情4加1的会计的项目 这很多大学都是有的 这基本是个标配 尤其在会计学这个领域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会计学跟其他的学科不一样 会计学呢 是说 如果 我其实从来不推荐本校联读 但是到会计这其实另外一说 因为会计 他有本周内的 比如说一个周要求多少个CPA的学分的限制 因为你会计是要拿着去办那个考证去的 所以这里面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面 需要思考 OK 我们现在看看他的那个bush degree 都看了些什么哈 the pinstates mall undergradual undergradual education OK 啊 这个网页有没有觉得设计的非常的前卫 这网页设计的 弄得我有点找不着北在这网页里面 一共有9个major 一共有9个专业可以选择 OK 又重又开始重复了 然后我们看看major major major 这都有什么然后到这 你看我都直接点开了 你看有哪9个呢 一个是accounting 会计学的专业 actual science 哇这个不常见啊 这个这个我又我又 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精算学 这个精算学 在美国本科真的不常见 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 这个精算学啊 在 比如在 真的在比西法尼亚州这几个大学里面 还是比较常见的 一个是沃顿 一个是tempo Tempo Tempo大学做的也很好 包括就是Penstead的这个精算学 这个精算学是非常难的 我身边 我身边有朋友30多岁精算学就 其实30多岁356岁把猝死就死掉了 精算学 反正我原在Tempo 这时候10年前的事 原在Tempo上学的时候 我记得我看的那些 我看的那些学精算学的人 天呀 他们都是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也不知道真的很难 我有一颗极强的敬畏心理对于 敬畏的心理对于精算学 精算学 反正我是学不来 是非常非常难的 在山科里面 很多很多大学没有把精算学开在山科里面 但是为什么宾州 这几个商圈里面都有这个精算学呢 是受到了沃顿的影响 沃顿的精算学可以说是数一数一数二的 数一数一了 数一数二的 所以说这个精算学你有智者是凝成 你要是读精算学 我敬你是聊汉子 好吧 这个毕业了以后 精算学你们分 比如说分为andrew writing 就是进行计算 比如保险里面的andrew writing 去计算 比如说你打个电话买个保险 我随便举个例子 你们可实行的就业的感慰太多了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打电话 打电话给gaggle 或者可以打给任何公司 说我买个保险 然后在gaggle那边说 啊你这个保险一个月 他问你一堆问题就吧 比如说你结婚了没有 你多大岁数 然后就把他问你这问题 然后跟你说 哦你这个保险一个月 150美金 150美金 我们很便宜了 然后再给你打个折 你如果每个月爱月付款的话 142美金就这样 然后你然后 然后其实大家就说 然后大家一般留意中打电话 就是哎好好好 赶紧买赶紧买 好好好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是142美金 为什么是150美金 为什么随便说一个数 其实他就是通过问你一些问题 包括对你的了解 对你的风险进行计算 而风险这个东西是永远无法预判的 只能计算的相对来说控制风险 这就是精算学里面 叫andrew writing里面 其实涉及到一个 当然精算学里面 其实可以工作的行业太多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很累人 很要能力的 很要数学理工能力一个专业 叫精算学 我没有说到那再说 好吧 Coppe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公司的 公司的创新学和企业家学 finance 上货四大领域之一 金融学 management 管理学 这也上货四大领域之一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新计划技术管理 Marketing 上货四大领域之一 市场营销risk management 这个risk management这个专业风险管理 在美国本科开的也不多 这个风险管理在美国本科开的也不多 也是受到宾州的影响 宾州也是沃顿 沃顿为什么我刚才说那个精算学的时候 我就说了保险了 因为risk management风险里面 有几种风险可以学的 比如说financial risk 金融风险 这是其中一个 还有是什么 比如说casualty 什么叫casualty 是物理性 比如说损失性风险 比如这一杯子 假如说这杯子是个小汽车 开了开始 呜呜呜呜 骑上我的小小野马 怎么说来的 我现在看国内那个 骑上我的血野马 咯咯咯咯咯咯 撞了 啊 撞了 撞了以后 撞了以后男生下来 男生下车第一件事干嘛 一开车问 你什么怎么开的车呀 没张眼睛啊 女的一下车第一件事 啊不行了 我装车辣了 老公快快快快快快帮帮我 是不是 咱俩是不是 那我就说 那你说车壮了 你是不是你陪别人 陪别人叫什么 保险里面 叫comprehensive 对吧 阿不叫liabilities 但是你如果陪了别人 你还想修自己的 那个保险叫什么 叫做comprehensive在美国 叫其实就是全保额 强制的交强险 叫管险 这种说法 就是你撞了别人 你一定是你陪别人 然后你 把自己修自己 吃完全选 那你说保险这些风险 是怎么进行计算的呢 走路走路 这是叫casualty 这是一种风险 当然金融风险 你们还有获益风险 那又要这种风险 还有一种风险管理是什么 是健康医疗类的 比如保险公司 人寿算不算一种风险管理 算吧 你 你我大家问 很多保险公司 会给大家一个电子的手表 我天天戴着电子手表 你当那电子手表啥也不干的 白送你的 他记录你每天运动的量的 你你打想一个问题 你说是每天 啊 每天在那跑步 比如说小帅哥小先生们 啊最近最近 最近那叫无什么 无什么 无什么那个 睡姑娘那个 那叫什么来着活 那就这两天说说特伙那个 那那像什么无悔 我是真是对明星不了解 我就知道一个邓紫习 我就不太了解 那个你说人家那像那种帅哥是天天跑步 活的时间长 还是像我似的一囤肉 两百 将近将近小个一百瓣 像两两两百多 我不知道 化成金的两百多斤 人往这一坐天天 这样人活的长啊 当然多运动人活的长呢 他怎么 他通过数据计算你的运动量 判断你的寿命的 预判的寿命的长短 不是吗 这也是风险管理一种吧 所以跟他额外的扯扯 有这两个一般不常见的专业在本科里面 好 接下来就是供应链 spent chain和information system 供应链管理和信息的系统 这供应链 通过信息系统 这个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个 哈佛的一个案例叫做 哈佛的一个case 叫做沃尔玛 沃尔玛之前 之前沃尔玛最早他用那个第一个引用那个无线键对角 这都是相近小一百年前的事 然后就在说这个 他怎么通过这个信息交流 确保他的运输的效率等等 很有意义的一个 一个意义的一个一个一个case OK 123456789 9个专业 OK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看这9个专业吧 一个是accounting accounting的话基本就被你的cpa去了 你看 这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就是公共的注册会计师 然后certified management accountant 这是这是这是管理型会计师 包括certified internal auditor就是审计 对吧 注册审计员 反正基本都是 考证 会计在美国就是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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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证书是有限制的 比如说要150个学分啊等等 乱七八糟一些限制 包括现在受到工作的一些工作经济限制 所以说他受了州的不同的州的边界的限制 所以很多会计学你要想联读就联读吧 那没办法 因为会计学也不是完全那么 会计也不是一个管理学 会计学跟商科一个会计一个经济 其实我说的话有时候学会计人不爱听 但是确实是一个会计和经济 这两个其实跟商科有点偏开说的难 那你会计你经济天天自卫 当然了 会计和经济是商业的一切 商业离不开经济 accounted呢 accounted is language of business 会计就是商业的语言 我不是说骑士 也不是说他们不好 就他们稍微有点偏开 因为毕竟不像是传统的我们商科里面的 管理学 我们来管理这些人 哦金融学 来我们来挣钱 他毕竟还是跟那个有点区别的 OK 这个是精算学 你看 educationally 这是什么东西 Security certified professional vert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我都不 哦 casual 你看这是我刚才说什么 casualty actual society 看见没有 物理性损失性的风险 casual casualty society of actual 这个非常难 这个这个 society 这是一个组织 这个这个 这个 证的也高啊 你看 actual science 75000一个本科毕业 本科毕业证 七万五 那你还容易还容易早高波早猝死呢是吧 但这个专业 真的是我很有敬畏心理 我 我我我我为什么有敬畏心理 我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啊 果园在tempo的时候 都说小时间前的事了 然后我在上本科的时候 我还真因为tempo这个专业 选择排第三当时 我还真想去学了一下金钻学 也就是奔着排名去的 我的天呀 我刚去上了第一 我上第一门课的时候 上完第一天课的时候 我觉得我信心满满的 I got this I got this 跟我自己说 I got this I got this 我能搞定那个 等等第一周周三再上课的时候 开始讲chapter one 开始讲第一章的时候 我做点底下的表情 基本就是 哦 这个我懂了 剩下的都全都是迷茫 讲了一百个重点 我就懂了一个重点 完全跟不上 完全不理解 头脑还是没在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精算学真的是 有志的事情成 你要学有竞技是啥汉子 真的你好好学 绝对挣钱 稳定的就业率非常好 精算学非常难 国内国外都是一样 Cover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企业的这个创新学和 企业家学 包括你看product 为了建立新的产品啊 包括business consulting 商业资讯 product management 成项目管理 这是一个非常广的 管理性的专业 因为你看 你要创业企业 你就是基本成为企业的 CEO了对吧 Finance 金融学 上课四代理 你注意 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你看 Modding Million dollar funds allows students to manage As new managers to oversee Millions of dollars from real investors 给学生前让学生实际去玩 这个很好 将近上百 几百万的美金 这个 这个不是一般的大学 能开 能有这个能力的 我记得 像有那么几个大学 包括哥伦比亚大学 包括我忘了 有几个大学 包括芝加哥大学 好像是有这个的上去 这个 这个是金融学 是时间性很强 很好 很好 这个像我看的很好 Management 同时性的上课的 管理学的专业 你看Manage 你看我之前就说过 美国人 美国的上去 就是American education 美国的上去 对于management 这个词管理学 跟欧洲人 对欧洲的上去对management 这个词 理解的不太一样 你看美国人对这个management 理解是什么 你看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他是跟human resources有关的 管理学 因为他认为管理学是玩人的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concentration 我给大家讲一个文化差异 我不光研究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 我还研究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文化差异 大家会发现在欧洲的那些大的公司的董事会上 很多人都是他们都有一个头衔 他们的头衔前面就是doctor 就是doctor就是在某一个领域到博士的级别了 你如果比如说咱们就说造汽车 比如说你如果对比如说 我造汽车我是一点都不懂 随便举个例子 就大家特别明显 就比如说造汽车 然后就你对这汽车 比如说汽车漏什么样 发动机 你如果对这发动机了解的话 你负责发动机的那个领域的人 你对这东西了解 他的博士学历一定是跟这些工程有关的 他一定是理工科工程学历出来的 然后是在那个地方当博士 是博士 然后博士毕业了以后 你开玩笑 你在德国拿个博士一辈子的时候 就要十几年了 你你德国人做事有多精确 然后你到公司里面成为成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这个岗位的主管 这德国人对管理权的理解 这是欧洲人对管理权的理解 美国人就不是 你看美国的董事会上一个课全是MBA 什么是MBA 就是 We are the business people 我们是商业的人才 We gonna manage manage管理这些人 我们运转商业都是 我觉得 我觉得怎么着就怎么着 他也不一定懂某一个领域是怎么做的 你说真的 他说明他知道可能这个他如果监制监管负责到这个杯子 他可能知道这个杯子材质大概是什么 但他更重要的美国的管理权emphasize 重点在于我要知道怎么玩人 我知道怎么谈判 我知道怎么管理人 比如说这个杯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大家觉得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标 星巴克的标 有这个标就能卖很贵20美金 没这个标可能就卖2美金 这就这叫什么 就从管理权叫做品 管理学的人才 他有MBA他有商业敏锐度 他知道这个东西叫做品牌效应 这种美国的管理学 他跟他跟欧洲的管理 他跟欧洲对于管理学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美国如果学本科学management的话 你看更多的是跟人打交道 包括企业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ok 他就这里面略有区别 可能讲这深了我们不讲那么深好吧 然后到了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星巴克管理 就是技术人才懂科技 科技人才懂技术 这很适合那些又想又有很多人 我最近有些咨询的学生就是很多人是本身 原来是学理科的 然后又想学商科 觉得这种钱 那又想不想把理科丢了 那就是理化 理技术类的和商业类的进行一个结合 marketing 商科的四大领域之一 marketing里面 你看他怎么分的啊 business development style 商业的建立和销售 这个基本上是跟marketing 就是跟市场打交道的 然后institute insight analysis 你看跟品牌打交道 包括跟marketing 市场营销的战略进去分析 integrated marketing 等等啊 还是还是可以的 算是开的非常的清楚 市场学是本科如果你没想清楚商科的话 要不学市场 要不学金融 反正现在领域肯定错不了 因为后期的严广性很长 你做金融的之后 你跨迹类的 比如说 投资类的理财类的财富管理类的太多了 包括你商业里面无非就跟钱打交道 要不就跟市场打交道 市场里面就研究 商业别多了解消费者等等的 对吧 risk management风险管理 这就刚刚说了 你看这里面risk management都有什么 risk analysis start a wide range of system including management and control risk inlegal 法律的风险 political 政治性风险 economic 经济性风险 property risk assessment 和 本身财产的风险的评估 比如说大家觉得大家觉得我如果出门开一个中国人特别喜欢Maserati 马拉一地 不是什么什么马拉一地马沙拉地马沙拉地这个车 Maseratis 包括Numbergain 南部基尼什么的 你觉得我你觉得你开一个Maserati 你给Gaggo打电话 一个月给你的保费高 还是说我开一个Hana Sonata 现代的Sonata 还是叫什么车一个月打给保险公司保险要求你每个月交的钱多 肯定开Maserati 为什么 你说不对啊 我都是同样的人啊 我都是同样的司机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我 对吧 那为什么我我同样驾驶员开说真的开车出不出事 不是我主观能控制的吗 那为什么我开马沙拉地就 交的保险费 费高一点呢 因为道理很简单 你就算不撞别人 还有可能别人撞你呢 别人撞你别人要没有保险的 所以在美国里面就有个叫 Enerated Motor Vehicles 叫对方如果没有保险的话 你还能车得到补偿或修理 当然对方没有保险违法的 但是经常有 对吧 像我之前活到费城了老黑没有机构买保险的 所以说你这个事情 就是物理性财产 包括比如说你买一房子 你买一房子 你旁边释放着墓地 你别说美国还真不在意这个 墓地就墓地 中国人可能就不会 像像我老看郭德光校的时候 于谦说买了个燕井房 说八宝山旁边买了个房 你在到墓地旁边买个房子 你风险还真不高 因为不太可能你们闹鬼的事是个是个迷信 对吧 但是如果你买一房子 旁边是 七六加油站 或者旁边是商量的加油站 或者shel的加油站 咱们就说中国 咱们就说你买一房子 旁边是中石化和中石油 你觉得你这个房子风险高还是不高 客观性来说 是不是相对来说比买个墓地旁边高一点 当然你要跟我说闹鬼 那我就没什么可说了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物理性有可能损失性的风险 就在风险管理里面会学习的 还是挺有意思的 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 financial service 你看金融里面有risk 比如risk management 对吧 然后demand quant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kills 量化的能力 很值得很值得学习的 但我觉得有几个中国学生能学下来 我觉得还是挺不容易的 供应链管理 spent chain and information system 一般这个专业开的是 spent chain and logistics 和物流 那这个地方开成 spent information system 重点在于 它是把信息化的技术带到了供应链里面 你看curl flow functions switch buy make deliver and return 这就是物流那一系列 包括运输 传递 到达送达 然后再退货 对吧 等等一些东西 包括customer relation post post support 的巴拉巴拉巴拉 信息化的技术 其实供应链里面做到高端的会引入 那个crm的概念 就是客户的叫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r 客户关系管理的一些概念 好吧 说完本科了哈 我们看看这个 哎呀我本想带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这个怎么怎么怎么 申请本科的这个能力了 结果发现我找不着 这个就是那个蓝宝石那个什么 什么leadership academic program 其实就是our program 没有什么特别点的 没有什么特别点 就是our program 你要想进去的话 大一就得进去 呃 我估计也也没有那么多人能够 能够直接进去这个项目 反正你可以尝试 我觉得 那毕竟带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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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的商科的能力还是很重要 对不对 怎么申请呢 看一眼啊 看啊 Apply to the Penn State Small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ssion to the Penn State and the Small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ed by the Penn State Enable Admission Office 看着没有 这就为什么我很少直接大一 大一直接申请美国商科的学生 因为其实这个概念就是错误了 一定程中上来说 当然有几个个别例外的大学 整体来说 你的本科大一直接申请 你申请的不是商区院 而是那所大学 而商区院 我来回讲这个概念 商区院到了大三的 大二下的时候 才会开始统一进行招生学生 因为商区院是这样的 商区院 拜托 Come on 你孩子是个18岁的小屁孩啊 你懂什么商业 你知道商业里面的肮脏 不是 他有些人比如说你先学 OK 你如果你可以刚开始说 我想 只能说desire 就是我进行为学生 我想学商科 然后这个商医院就说 OK 你要想学商科没问题 我们给你一些课程介绍 比如说大家都熟知了 比如说 Economic 经济学 微观 macro-economic 微观和宏观经济学 比如说上会计学 一个是Prissey Accounting 一个是Managerial Accounting 基础性会计理论和进阶 和惯例性会计理论 包括商科的 比如一般英语 你现在上这几门课 如果这个学生上完了以后 哦 I got a I got a A plus and A minus 或者A A加A- 我这几门课上来了 商医院会说 嗯 这个学生很有商业头脑 是未来的商业人赛 来吧 进入商区院吧 你真正进了商区院 到大三才开始上商科的技术性课程 如果您啊 您会计学上来 学了个C- 然后微观经济学 第一次还给跪了 第二次从修才上到C 或者B- 那商区院会觉得 因为商 因为大学里面商区院 和工程区院这套学院是最难的 是有竞争的 因为挣钱啊 工作稳定 你商区院会觉得 这哥们儿 不是 这成了北京人了 这商区院 这个哥们儿不太不太懂 不懂商业不行 去学点人文学 我没说人文学不好 这意思就是 学点其他学科具吧 不要学商了 就得它是一个选拔的过程 这就为什么 其实你在本科的时候 转学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 你通过转学 可以进入到很好的商区院去 商区院直升 可能也就是7%的录取率 但商区院如果转学的话 有时候会 当然百分之十几的录取率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 但是我每年 我每天在十个学生里面 一般有两到三个是转学的学生 剩下7到8个 都是研究生的学生 就是这样的事实 好吧 the preferred application method is online 网上直接申请 然后也是统一的本科 招生办公室招生 然后到了商圈 到了大二 或者大一的时候 你再开始申请 想直接进就进去 OK 所以说这统一的进行招生 那你就统一了 你没什么可说的 SAT ACT等等的 对吧 你看这边写的吗 你如果你要进入 Smell College的话 你要make sure 你要Phoning courses 高中你要上什么课程 然后一般还有个列表 你看这边有 transfer 在这 transfer admission considential masters 一年的硕士的项目 oncampus 我们开了 mass of accounting master of mastering business analytics 会计学 商业分析 corporate finance 金融学 manag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管理学和企业的带领者 realistic analysis development 房地产 好我们先来看看 Mac 这个Penn State的Mac 还是开的不错 我给大家看看研究生的排名 屏幕去哪 看研究生的排名 Penn State 中排商业33名 specialty accounting 第36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28 management 第16 production operation 第12 realistic 第18 和sponsidential management 第5 所以说也就是说 你看他虽然没开几个专业 我也不切给大家 没开几个专业 但他开的这几个专业一层 都是榜上有名的 这又是一所少而经的大学 我们在之前看那些大学的时候 会发现一个什么现象 我想想我之前看了包括 Ohio State University 就是一个少而经吧 对吧 University Texas 就不是就是开了很多乱七八糟的 其他的项 对吧 Burking Young University 开了很多的选项 ASU也开了很多的选项 开大学在开设这个项目的时候 教育的理念 是有不同的 好吧 我们来看看Pent State Accounting 是怎么开的 一年的项目 也是奔着CPA去的 CPA preparation 等等的啊 商科里面三大领域 商科里面哪三大领域 审计 Auditing Tax 税收 Copper accounting 公司的会计学 首先你看这个Auditing 审计 然后 Financial accounting 公司的会计 Taxation 看见没有 我说的没错吧 离不开 会计永远离不开这三点 因为道理很简单 会计学本来就这么一回事 你任何一个企业 你交税吧 你交税这个过程是谁在负责 是你公司的会计吧 这叫什么 这叫公司的会计 Copper accounting 你交税 你就要动歪心子 你就想说 哎 我要少交税 我要合理省税 你可以合理合理省税 这是一种商业的战略 没问题 但是你交税 就有人查你交税啊 查你交税的叫什么 审计你啊 Auditing Audit 包括政府类是没有审计你 包括一些公司会请 四大会计事务所来审计你 对不对 或帮助你来完成这个 不就是审计的过程吗 那你交的是什么 你交的是钱 钱是什么 钱是税 税什么 税是tax taxation 税分了 中国和美国可能性质不一样 这个管理系统 但是在美国是有联邦政府税 朝日政府税 商业税 个人所得税 乱七八糟的税 一堆税 在美国不有句话说吗 这世界上 谁说那句话 只有死亡和税 你是逃不过的 所以礼拜底就得交税 所以你交税就有人查你税 公司会计 报税 交税 有人审查你 就形成一个互相制约的一个圈子 所以会计 礼拜底 你输过大天了 你也离不开这三点 好吧 所以商业开车 商业开车会会计学生三大领域 会计学一般的研究所 你看都知道 就是是不是会计 本科是不是会计背景很重 这是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老说这个话 就是会计 和经济学这两个专业 其实在商 首先经济学就已经很偏了 经济学本身就已经很偏了 大部分的经济学都在经济学院看 或者在 science 或科学学院什么乱七八糟 其他学院看 一般商科很少带经济学 商科一般带经济学可能是 Econometrics 那些计量经济学有时候 上科里面会看 会计学呢 也很偏 就跟商科的传统的一些专业不一样 因为更多的商科里面是还是学的 就是商业的迷人度和管理学和或者 whatever离不开这些点 但是真正到了会计学 因为会计 Accounting is the language of business 会计是商业的语言 会计如果是商业语言的话 我不是说他们俩偏是 其实他们他们不重要 恰恰相反 任何的一切的商业离不开会计学 离不开经济学 会计学太重要了 一键你金融不得取决于会计吗 你世上不得取决于会计学吗 报备了吗 对不对 所以会计学他有自己独特完善的一套系统 他一定要有本科本身是受过会计教育的学生 和本科在研究录取的时候 往往都会看见这个现象 本科不是会计学手受过教育的 如果你本科没有受过会计学教育的话 那你要提前在申请研究中 上一些会计学课 这就为什么我 如果你要去快计 你就可以4加1直接本科联读就行了 就别分这个近赞申请其他研究生了 你还是要转周 换了周 你要不是在你同一个周里 你换了周还涉及到学分150学分认证 然后你要想想你要去哪个周 最后在哪个周考CBS 所以会计学 有他自己的一套系统 对不对 除了会计学以外 我觉得其他专业 如果你本科在西汉读了 研究生该去东汉 本科在东汉应该研究去西汉 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但会计学确实一样 所以说这就为什么 在这个地方 大家清楚的看到 他里面在录取学生会说 本科是不是 是快去快去学的 因为他自己 因为他有自己的那一套语言 好吧 这个快去学 我就不但 我 哎呀我要不要大家看一眼这个 看一眼这个项目 看一眼吧 我觉得时间受时间影响不可能 但是项目不是很多 学什么呢 你看cb exam算不抗 然后就是mastering business analytics 这是stm的专业 也就是国技术毕业以后 有稳定的就业的机会 这个基本上现在所有商业开车商业分析 都是会加一个stm的 因为想让你毕业以后好找工作 ok the pence is now mastering business analytics 然后第一的工作练 那他想说什么 是想说数据分析跟功能量进行结合吗 有可能 你看你们分支 offering face to face classroom setting on the Penn State University Penn State University Park campus 在大学城 哎呀那个Penn State的大学城别说了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Penn State Penn State 然后之后我有学生也在那 那我当年的朋友和之后的学生在那 告诉我说 一共就两条街 Dontown 就是市中心竖着一条街 横着一条街 我说有什么好吃的 就一家韩国炸鸡店还可以 没关系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在Penn State上学 你可以开车 三个小时 不止三个小时 第四五个小时 来费城吃 费城有吃有喝的 费城吃的非常多 offering on Penn State University Park campus course of the courses cover will teach you all three levels of analytics maturity models descriptive what happened 就是到底是 你看数据里面的 数据分析里面 descriptive就是过去发生了什么 通过数据是通过数据知道 predictive what could happen 我们要预判未来 通过数据判断 未来会发生什么 和prescriptive what should happen 和我们应该发生了什么 所以这个交道非常的重确 商业分析 其实礼拜里就是跟这三个点大交道 思路极其清楚 看来是老道 这个项目虽然是有新项目 但是这开车的理念确实很老道 人家这项目也不唱了 上来刚一开商业分析 就已经是全美第28了 而且还是研究生级别 你想 data virtualization 数据的可视化 data mining 数据的挖掘 对吧 绝对重点 包括predictive analytic prescriptive 就刚刚跟他说的 等等一些点 商业分析是未来绝对是越来越重 会成为未来主要的申请方向 我现在能够 我现在就能感觉到 corporate finance 公司的金融学 这金融 所有商业都会开金融学 global finance 全球金融学 financial engineering 工程 金融工程 corporate strategy 公司的战略 modern portfolio management 现在投资的账户有关 我想看看上课不考 算不考 没时间 时间不够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行政管理和企业的 这是一般适合比如说家里有企业的 想到美国去个管理学 回去管理自己的企业 对吧 包括很多了很多的管 到了管理层 你会发现 有时候在美国你要职场上升 他需要你的管理学的学位 点击在这儿 你可以你可以来这儿 然后学一个管理学 然后帮助在智商上面有个提升 OK 30 credit master program bridges to get between technical background the business work 三个学分 把技术型的人才带入商业的理念里面 这个概念很多上线现在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包括 米西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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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duke 都是有这个的 就是就是管理学 这是从 这受到一定欧洲的那边上线影响 但是美国人 商业也把它自己改成了自己那一套的系统 管理学 然后royal usage 房地产 analysis development 房地产的分析 投资房地产 这还是STM designated 我的天 这还 那国际上学的还行啊 这还是STM的 这毕业也好找工作 美国的房地产 买卖房子嘛 对吧 professional study master of science 等等的 房地产的投资 基本商业都会开这个 因为房地产还是 每 在每个州有 在那边有几个州还是很重要的 房地产 就不多说了 然后看看MBA的项目 MBA是最能体现一个商卷教学质量的一个点 我每次都让MBA说是为什么 因为USSense也是根据MBA进行排名的 商卷一定会把他全部的精力和资源 放在MBA的项目里面 MBA也是最能体现那个商卷教学的综合实力的 那有些人说 MBA的钱跟我的本科和其他的硕士项目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因为同样的是那一批教授 同样是教育商卷的核心的重点 所以通过一个商卷的MBA的毕业的员工的就业能力 就业情况和MBA开这个分支 能够看着这个商卷的重点的能力是在哪里 所以MBA是最能代表一个商卷 也许你不设计了MBA 但MBA是最能代表一个商卷实力的 到底在这 因为MBA也是商科里面 商卷的学生里面最终的学历 Tel MBA experiences Faculty quality 销售的质量全美第四 这谁给的排名 然后USS去公立大学里面排第十二 这是Economics 这是经济学家 是经济学人给出的 Per MBA salary increase 第四 平均起薪十万零九千 我这边专门 我没有大罩看 专门我这开了一个reports 这个是 这个是按照美国统一的报告的这个指标的 谁也跑不了 对吧 百分之九十二的就业率 因为要求每个商界都要有这个employment report 报告的情况 要公开透明 Residential masters 这是等一下点错 这百分之九十二 这个网页设计真的好前卫 百分之九十二的这个就业率 Functional principal leaders Functional expertise Integrated predictive global mindset 三四个教育的重点 Principal leadership 具有理论性的带领能力 或者说 其实不是这么翻译 基本上就是有一个 我觉得他更想说的就是一个有道德的 或者有一个主主心股的一个那个带领 大概意思 Functional expertise 就了解商业里面是怎么运转的 要综合性的 比如说MBA又要了解运营学 市场学战略学 金融学或者whatever 国际国际全球的什么呢 把Global mindset全球的头脑思考的方式 和Integrated perspectives 结合性整合性的一个观察点 我每次我发现这个地方就是 没有没有这个这个Principal 就不给你不告诉你都上什么课 我就觉得很诡异 一般都知道Principal Principal 会有一个上什么课 我们不看他具体上什么课 我们看看他这个implement report 看他的学生的就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很大程度上就能知道这个商业 到底教的是怎么样 Entergraduate specialization 看看本科的MBA的学生 Technical 技术类的background占了47% 商业占了40% 然后58个人学生 平均开始进入学生 有5年的工作经验 这是很正常 MBA一般要5年的工作经验 平均29岁 平均GMA的 中位数657 哇这个好水 657是不是有点低了 你个30多名的商界才657 我的天 这这这这 本科的平均GP3.24 一般都要3.5 一般不会低3.5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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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求的基准向好有点低 这个地方有一说一 然后 平均工资 我的天呀 这平均工资这么高吗 11万6 我的天 这应该是 我的天我把这切过来 这应该是 我给大家说 这应该是看了从 30名往后 从 ASU到杨百汉 到达拉 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 到俄亥俄州地 可能基本上跟他持平 到这以后 我的天啊 所以我说这三大州里 真的是有他自己的门的 这小姑娘 小姑娘长得好好看 三大州里里面将近11 我的天 11万6 还是BASS 还是基础的 你还要加上旁边的SUNNING BONUS 那就将近13万美金 平均几千 MBA 很高啊 这基本上前 前15的上 当然了 前10可能 前10可能大概叫1415 就这个140 150 那这个叫116 加上这个 所以说三大州里啊 真的是 他他比较明白还是 看他主要圈 非常正 你看全是奔这去了 这也就是很悲 其实也很悲啊 也很奇怪的一点 为什么 我把这个地方 老弹着这个框呢 这回就不谈 哎 你看这回就不谈完了吧 公共链占了46% 一般来说 顶尖的商务学院毕业的 都是奔着咨询去的 或者金融行业 你看这边咨询占了 因为咨询和金融挣钱 咨询占了百分之 哎呦 这个Adobe 真烦人啊 老弹着这个点 consulting占了20% 金融和会计的 百分之16 但是你看 谁叫一半人去了公共链 运营和物流去的 知道这个整个这个商务院 我再说一遍 MBA就是能够定义这一个商务院的 不接受反驳 你可以反驳 无所谓 反正反正我路视别话语言在我这 这就是事实 因为MBA确实是 在商务院里面 最能代表商务院教学理念和政练 这也就 这其实也就证明了 你看这也就证明了 为什么 这边USINCE给出了排名 公共链 全美第五最在这 公共链 物流 三大洲理都这个 都是这点 好吧 我就不接着跟大家说其他吧 其他也没这么好说的 哎呦 把屏幕切回来 你们是不是 你们想不想看看PINSTATE PINSTATE 找什么样的 我来给大家搜一个啊 稍等 在大 在大学城里面 PINSTATE PINSTATE 我怎么 我怎么一打PSU出来 我一打 我一打PSU 出了一堆 我怎么无线面的什么东西 PINSTATE UNIVERSE 看看吧 PINSTATE 典型的美国大军的样子 典型的也是宾州的建筑风格 足球在PINSTATE PINSTATE 橄榄球玩了还是 美国人叫足球吗 Football 但是他跟 美国人管足球叫Soccer 管橄榄球叫Football Reducous 就是诡异的很 有些人说啊 你个傻逼你不懂 你不懂美国人文化 我 我是不懂 我就知道全世界都管足球 叫足球 都叫Football 为什么到了美国的Football 成了橄榄球 你不容忍大众 你就是错了 就这么简单 不接受反驳 你看这典型的BNO的样子 哎呀我跟大家说啊 我不想给大家看这个 PINSTATE 他在那个UNIVERSE 他在那个大学城里 那大学城里 我鬼都没有UNIVERSITY PARK 哎 UNIVERSITY PARK UNIVERSITY PARK PA 就是在大学城里 大学城基本都是PINSTATE 我不想 我不想给大家看这个 我想给大家看这个 菲利道菲 他在废守那个Chase Chase State 那个 编州的一大特点 我想给大家看这个 这个我才想给大家看 菲利道菲 我原来 我原来 我原来在废城生活的时候 那个Jini 叫什么 就在BALL STREET 那个地方 对对对 就那个Jini Chase State 我就老爱吃这家的 别人说这家这个辣哥了 但是我就爱吃这家的 就在BALL STREET 大家欢迎 原来我在废城的时候 我们老说就要欢迎 宾州州的学生 PANSTATE的学生 过来来废城吃喝玩了 他确实离废城还不算太远 说真的 菲利道菲啊 而且 Chinatown 废城的中国城也是非常的大的 你可以看看 废城的中国城非常大 美国也是数一数二 比较几个大的 中国城了 好吧 而且废城也是个大城市 但是这一切都跟 宾州州的小伙伴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你们开车过来 大概要有一段时间 好吧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总结总结吧 我把这个 把这个观点 影响我的方面 我给大家总结总结 录了将近五十五分钟的这期视频 三大周立 ASU PSU和OSU 这三大周立 这工业店做得非常的好 新兴的企业 我之前在Ohio City的时候 跟大家评过一次反复 说别说周立这 别说周立那 周立其实挺香的 我身边 我认识的就有三四个 我再加上我的学生 从PINSTATE毕业的 现在都在大的公司里面做工作 不管在金融公司里面 还是咨询公司里面 没有什么所谓的歧视周立 这一说法 我就觉得这些都是 就是 利益获得者 他比如他去了更好的大学 他就要故意歧视那些 那些所谓的给家那个名称 说着这不好那不好了 都是人性 大家理解这一点行 反正你上这些大学 33分的商业 平均就有工资十几万 你说真的 你跟那些所谓的 就是有些人就不明白这个道理 就比如说 他非要去一个所谓的 比较开运高 中海比较高的大学 然后拿一个 比如说拿一个 八干子打不着没人学的专业 什么环境学 海洋学 whatever 然后平均就有工资一个月 报表里面就给了5万6万美金 然后这边毕业十几万美金 然后他自己心里觉得 老子是哪个哪个大学毕业的 你就是个州立 就这样 这些人就不用大理他们 你在努力的工作的时候 这些人在家里待业呢 你要这么想这个问题 我非常喜欢这三大州立 我觉得这三大州立 非常值得选择 他的重点都在商圈里面 尤其是在Penn State这个地方 他的会计学 4加1交织是很稳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有几个比较推荐的选择专业 一个是会计学 第二个就是公共链物流类的 这个真的是实打实的美国顶尖的像 而且你能学到很多东西 再说了 其实话特别万物说 你作为国际生 你学公共链有什么不好了 公共链移不开全球化 全球公共链 你说生产的东西都在哪 都在中国 你要了解英文 你要了解美国市场 然后硬东西买卖 在大个公司里面工作 需要这方面的人才 对不对 没什么可说了 中规中矩的一个像 中规中矩的一个大学 中规中矩的一个商卷 教学制造很稳 教育的很扎持 项目开的不多 但开的项目都是榜上有名的 这点很难 就是真的是大学会采取不同的理念 看了这么多所大学了 很多大学是 我可以开一堆有几个大 有几个项目榜上有名 但我可以 但也像 那是一部分大学的思想 但有些大学就是像pensage 我开一个 我就把它开好了 我把它实大实的做好了 做到榜上有名 这也是一种想法 有些人觉得是宁缺污烂 有些人觉得是 当然了 这个东西在大学方面 其实不是说宁缺污烂 不是说多了就一定是浪的 其实多了也能体现一个商界的综合的实力和教授资源 这个东西就看人者见人和智者见智了 好吧 我今天就没时间跟大家说申请了申请了 我之前一般其他视频会跟大家说申请的这些问题的话 如果你想在这个申请过程中得到我帮助呢 可以给我发出电话 firstin.larsfinnick.com 有些视频网站上面上下左右有我的微信的 助理的微信的公众号 大家可以添加助理微信 也可以跟我建立免费的咨询的时间 没事过来找我聊聊天也可以 虽然我时间排得挺紧的 一般你要打出来至少 四到五天的等待的时间 因为真的是排得非常非常的满 好吧 感谢大家 换了个词不会说了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吧 然后如果你看多努力呢 希望你可以点点赞支持我一下 那我们在下一期视频里面呢 会跟大家介绍Universario Chester 罗舍斯特大学的三名的商学 也是并列第33名的2022年百强商科的名校 OK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